好 超谈新资讯我们来看看是9月份刚开始交车 那个预接单据说也是爆量的状况 MMBCU这台车哪里厉害了 这台车其实很多人在期待 那要说它是今年算话题性最高一台车 我觉得是非常恰当 那当然我自己也入手了一台 那因为它因为很多人 它应该说三阳现在的策略非常清楚 就是我要每台车都有它自己的个性 从它之前热卖的DRG 它就是要用小跑车的概念一个人骑的 那很多人觉得说我买这台车 有时候想要一般使用 那我需要大点的置物箱 我需要双载的时候怎么办 那通常他们就会因为DRG 这个部分不够满意 他们就选别的车 那三阳呢就是这次很聪明的 用DRG的平台打造另外一个车款 就是说我的动力部分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跟你大置物箱 我跟你很长的坐垫 然后又为了双载的特性 做一些特条 因为他们告诉我说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DRG这个车是跑车很冲 起步会那种弹射的感觉 后座觉得说 哇 这样好快哦 我不喜欢 但是 我是车主骑在前面的时候 我又希望它的加速是很快的 那我如何坐出一台车 加速很快 可是后座又不会觉得很快的车呢 那就是MMBCU它的特别的地方 那再来就是说因为它的主打是双人长途骑程 所以呢 就是比较GT的概念 对 比较GT 它有动力性能 然后又可以跑旅的这种感觉 重点是油耗又很漂亮 那这个我觉得是他们在进行 它售价也是破10万对不对 11.9万 将近12万左右 然后接单6千台 对 那这个月大概 我估计大概会有3千台左右 3千台如果回到我们刚刚8月的排行榜 等一下我看一下 它第三了 那前三名了 所以现在外面流行一句话 叫做4224 Gate王机器人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球 调叫出来 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太躁进的这种个性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台下友们 地床低线员邀您一起上线